歡迎收看電玩宅宿配偶式主持人品喻 人生中有許多的時刻 總是會讓人覺得如果能夠換個選擇 會不會有更好的結果呢 以這種想法延伸出來的作品 數一數也不算少喔 那在今年的 E3 展 也有一款以這種題材為主的遊戲出現了 不知道能不能玩出新的花樣呢 以時間為題材所出現的創作 始終不算少見 Juho的奇幻冒險 就經常把 BOSS 的替身能力 與時間扯上關係 閒遷此提倡的魅力與強大 而時間的操弄也有許多方法 除了常見的穿越手法之外 另一種引人入勝的就是輪迴這個設定 經典電影今天暫時停止 以及最近Netflix的影集 俄羅斯娃娃派對回旋 都是主角困在同一時空中的經典操作 這次 E3 展首次曝光的12分鐘 也用了同樣的設定 看來平凡無期的鳥看視角 其實主角被困在同樣的12分鐘裡頭 同樣的時空需要不同的抉擇 才有可能打破時空限制 雖然畫面平時無期 機制卻十分吸引人 目前並沒有更多的細節 遊戲也要等到2020才會上市 但相信是個值得鎖定的好作品喔 下一個月的縷規 我們的手段 斷崗門 臺 最高的 超 fel目的 是